晚年生活三大雷区 别在儿子家干着三事 避免招人恨的绝佳指南 在人道晚年的阶段 生活进入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时期 特别是当老年人选择在儿子家中度过晚年时 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特别小心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纷争 这并非是说在儿子家中不能有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活动 但确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显得不够明智 甚至可能导致招人恨 在本文中 我们将探讨在儿子家中晚年生活中 应避免的三个可能让人感到困扰的方面 首先 过分干涉儿子家庭生活可能是一种十分蠢的行为 儿子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规矩和生活方式 在这个时候 作为老年人的角色 过分插手儿子的生活可能会让他感到不适合压力 这包括对家庭事务的指手画脚 对儿媳的过分干涉 以及对孙子孙女教育方式的不适当干预 老年人应该尊重儿子家庭的独立性 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 其次 在儿子家中过度沉免于消极情绪和抱怨 也是一个明显的不明智之举 人到晚年 可能面临身体健康的问题 生活的不如意 但是将这些负面情绪过度发泄在儿子家中 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相反 这样的行为可能让儿子及其家庭感到疲惫和无奈 老年人应该学会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抱怨和消极情绪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最后 在儿子家中过于依赖或者期待过高的物质支持 也是一个可能导致招人恨的原因 虽然儿子可能会愿意为父母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但是如果老年人过于依赖这种支持 或者期望过高 可能会给儿子带来巨大的压力 老年人应该尽量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性 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费用 并在需要的时候向儿子提出合理的支持请求 而不是过分依赖他们 综合而言 人到晚年在儿子家中生活是一种常见的选择 但在这个过程中 老年人需要懂得尊重儿子家庭的独立性 保持积极的心态 避免过度抱怨和消极情绪的表达 同时也要理智地处理与儿子之间的物质支持关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 老年人可以更好的与儿子家庭共同创造一种和谐的共处模式 避免因为一些蠢事而招人恨 文慧老在人到晚年的阶段 选择了与儿子共度晚年 他是一个智慧而富有经验的老人 深知在这个阶段需要谨慎行事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纷争 在儿子家中 文慧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面对生活 避免了三个可能让人感到困扰的方面 首先 文慧老深知过分干涉儿子家庭生活 可能会导致紧张关系 他尊重儿子家庭的独立性 从不过分插手家庭事物 相反 他以一位智者的姿态 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 这包括对家庭规矩的尊重 不过度指手画脚 也不对儿媳的生活方式进行不必要的干涉 文慧老通过理解和包容 创造了和谐的家庭氛围 其次 文慧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 尽管他可能面临身体健康的问题 但他从不在儿子家中过度沉沉于消极情绪和抱怨 相反 他以一种镇定自若的姿态 鼓励儿子家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文慧老成为家中的智囊 传递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波折 最后 文慧老注重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性 他并不过分依赖儿子提供的物质支持 而是在经济上保持合理的独立 文慧老理智地规划自己的生活费用 只在需要的时候向儿子提出合理的支持请求 这种理性的经济处理方式 使儿子家庭能够更轻松地支持他 而不至于感到沉重的负担 文慧老的晚年生活充满智慧和温暖 他通过尊重家庭独立性 保持积极态度 理智处理经济关系 成功避免了可能导致招人恨的陷阱 在他的陪伴下 儿子家庭共同创造了一种和谐的共处模式 成为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文慧老以他特有的方式 展现了晚年生活中的智慧和成熟 愿你每天的微笑 都因关注我而更灿烂 愿你的人生之路 应懂得处事待人之道而更坦荡 感谢您的关注 与您同行 直至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